全球疫情大爆发 我国也不例外 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主要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医院 人手紧缺 不少来自外地 尤其是年轻的医生 都被紧急征绕到最前线 取一顺就是其中一位 他接受本台记者视频采访时透露 现在的心情非常忐忑 家人也为此忧心忡忡 不过他对自己能够在非常时刻 为国家尽一份力感到自豪 他还说不管怎样都会坚持到底 陪国人渡过这个难关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 确诊人数直线上升 短短五天内更录得九宗死亡个案 患者激增 医疗资源短缺 医务人员忙得焦头烂额 有人甚至在一线服务期间不幸染病 为了不让这一座前线堡垒倒下 卫生部十万火急 调派全国的医生加入战役行列 当中包括不少年轻的白袍战士 几天前收到卫生部通知 说我需要到Hospitalsmine部落 作为医护人员的第一现实 心里是紧张 也害怕 因为知道这个病毒 是散播性很快的 然后 也蛮严重现在 但是身为一名医护人员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这个非常时期 是我们应该为人民 为国家出一份力 29岁的许怡顺医生 刚刚注册结婚 打算今年的10月举办婚礼 虽然身边的志钦和老师 得知消息之后 都感到担心和不舍 但始终给予最大的支持 也为他感到骄傲 他们也很紧张 但他们没说不让我去 他们也很支持我 说作为医护人员 国家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 献我们一份力 来帮助于他们 责任在奸使命在心 就在部分国人吐槽 行动管制令 为生活带来诸多不变之际 这些英雄却逆行出征 希望换取更多人的健康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里 然后就是避免这个病毒的散播 希望大家能遵守 我们一定能挺过去 大家一起加油 在此向监守岗会的前线人员致敬 国人会做你们最强大的后盾 期待你们平安回家 NDP7杨丽莎采访报道